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没什么准确率 很多的古装剧都有低血韧心的桥段图片来源 甄嬛状但的确 血型和遗传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如果影视剧的环境放到了现代 那么狗血的经典桥段就是 当父子女一方因为某种原因需要出血 或者化验血型时候 却竟然发现养了很久的孩子不是亲生的 在临床上 我也曾遇到过一些新爸爸 他们在确认了孩子的性别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孩子的血型 那么 我们是否能够从血型来判断孩子是否亲生呢 血型的分类 先来了解一下血型 是对血液分类的方法 视制血液成分包括红细胞 白细胞 血小板及血浆蛋白 表面的抗原类型 而通常我们所说的血型是指红细胞膜上的特异性抗原类型 人类目前已经发现 并未国际输血协会 承认的血型系统有三十余种 包括Abo血型系统 RH血型系统 M血型系统 T血型系统 而目前与临床关系最密切 被人们熟知的是Abo血型系统和RH血型系统 血型系统对人类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输血时 物输不相容血型的血制品可能导致溶血 休克严重者甚至死亡的不良反应 图片来源 图虫创意 目前 我们最熟知的Abo血型有A型 B型 AB型 O型 RH血型有RH阳性和RH阴性 RH阳性的人较多 RH阴性的较少 常被称为熊猫血型 如何通过血型判断孩子是否是亲生的 人类血型有遗传特性 决定血型的基因 为Abo三个等位基因 A B为险性基因 O为隐性基因 学过生物学的人应该知道 蒙德尔提出的遗传学 所谓显性基因可能是纯盒子或者杂盒子 所谓的隐性基因 一般都是杂盒子 也就是说 A型血和A型血的人在一起 生育孩子只可能是A型或者L型 不可能出现B型或者AB型 以O血型系统为例 具体遗传规律如下 通过血型判断亲生的准确率有多高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血型的组合多样 就拿A型和B型的人结合来说 生出的孩子可能是L4种血型中的任何一种 那血型在鉴定是否亲生方面将毫无意义 当然 若上表中明确了子带 不可能出现的血型而出现了 在排除了检测错误的情况下 孩子不是亲生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此 血型鉴定的结果 只能作为否定亲生关系的根据 而不是肯定的证据 一般情况下 一个人出生后 血型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 极少数人在换血 及其大量输血或者骨髓器官移植输后 血型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是发生率极低 虽然血型不会变 但是因为医疗机构的检测水平不同 也可能出现检测错误情况 因为血型检测的局限性 单单通过血型想完全明确孩子 是否亲生的有效性不高 现在医学很发达 如果想确定是否亲生 可以通过亲子鉴定来实现 亲子鉴定是运用生物学 遗传学 以及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技术 根据遗传性状在子带和亲带之间的遗传规律 判断被检测的父母和子女之间 是否亲生关系的鉴定 目前亲自鉴定的准确率在99% 广泛被司法认同 题图来源 图虫创意版权声明 本文为春雨医生原创稿件 版权归属春雨医生所有 未经授权尽职转载 授权与合作事宜 请联系reading at chunyum 请求联系例订速限 欢迎 beating Commission bagpuffation 一个张握赏人员 之宜 亲自工作官方程阳 仍然被钭棱 接上来得良多 İş叫量的创意 接上来救我 注射 男VIN step我及人身安定是律農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